你經常方便提供自己的攻擊 你需要冷卻示範圍的方法 Lun Sang 慘忌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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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干嘛 对吧 呃 这次画另外一个生活用品吧 就画一个杯子好了 杯子的话就我已经在那个谷歌浏览机上面选了 你们就打这个 ospro的一个目的就是马克杯吗 这个英语就是说 啊 是这样子就选那个第二张的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第二张啊 第二张这个啊 第二张这个 然后就右键对吧 然后另存图单对吧 我就放在桌面就可以了 放桌面啊 最笔机的当然就好了 然后这时候下载完对吧 然后这时候回去看我们的犀牛啊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这个四个四川的 对吧 真有跟你们说过 呃 不过久没 这个就是说设定 比如说不同四川的他然后from 对吧 就说他可以设定四川的 对吧 然后也可以设成我平常平常用这个的 当然默认就好了啊 然后是这样子 这时候点开这个小三角 然后123第三个这个小人头像选他 啊 然后呢 选他的时候呢 会弹出一个啊 不是啊 no response 就是呃 这有时候是什么一个显卡不接弄的问题啊 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我放桌面 然后ty 呃 第三个 对吧 一样 我们把干上次那个什么强化一下啊 是这样子 把那个你看我现在就是说把上次那个说的一个选长光 我们再做一遍啊 画不同东西 然后这时候我们不能用直线功能 对吧 我们就可能是这样子 拉下个12345678 八个格子啊 大概这样子 然后通常的话 我说那个mm就是说毫米的啊 当然现在我们先不管他 然后这时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了 呃 本身这个东西是平的嘛 对吧 那我们可是随便找一个中心点 差不多这个位置 对吧 呃 一个位置这样子 然后呢 是这样 选上这个 呃 这个就这根线 对吧 这根线 然后我们画了以后 对吧 那这时候需要把这个三个给关掉 为什么 因为它曲线不太有定位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选这个and 左键嘛 选好那个曲线 我通常是这样子 大概可能就说这样子吧 差不多就好了呃 然后呢 是这样 呃 这时候呢 呃 就不会搞那么多了 因为这次这个没办法抽壳了 这个模型 因为我们回去看这个图是这样子 呃 也可以抽壳 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边嘛 他里面是那个金属边 你看到他不是平的 他是有点圆下去的 那所以呢 通常会画个圆 呃 就是说 呃 没事 等会再讲 我们先把这个给 呃 把按一下apps 来 你看 把控制链打开了 哎 开始懂啊 可能看的比较辛苦啊 各位同学 不好意思 呃 所以下次要找一个黑蝶图 不好意思 我失误了 然后通常这样大概你看我拉的差不多了吧 对吧 然后这时候是这样子 呃 那肯定还要再画一个就是说呃 就是那个就那个圆角嘛 对吧 那通常是这样子的 呃 比如说 呃 所以说通常有个习惯是这样子 比如说打开控制点 对吧 然后这个点 我只拉三个点吗 这里是一个end 然后这时候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是怎么样回事 我刚刚在做的 首先是这样子呢 这个杯子 我们先不要先把他那一个呃 这样子 右键这个扫箱子 把这个图给取消了 哎 你看 取消对吧 呃 我刚刚做的是什么一个事情 是这样 嗯 我把它拉开一下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呃 这样子 apps 对吧 apps 是这样子 通常要保证什么 就是这个点 然后往下一拉 哎 呃 还是拉远一点吧 这样子 选上这个end 然后往下一拉 然后这时候求了一个inter 代表什么 我们这两个的控制点 它是一个水平水平线的 那有什么差别 都会给你们画 你们就懂了 那现在我们先保持这样子画 当然以后画的时候还会有很多这个问题 然后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画一个圆形 对吧 圆形 所以我们这次选这个 这样子 第二个 为什么一 第二个 我们要一个三格 为什么 三格对 要一个对准 但这个厚度可以一点多啊 先不用管他 没有关系 然后一样 这样子 呃 这时候我们呃 左右选好吗 就是说选了三格吗 其实就是说 那你们就按着你们那个图 弄一个三个一样呗 就按着三个那个大小 这个触度不是很重要 我们不要不要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是这样子 呃 我们点一下这个复制 然后选一下n 就刚刚他这个这个这个点啊 然后拉到这 就是跟他那个相切点一样 这个也一样 对吧 下面这根线也是一样 可能一啊 你看这个厚度不一样 没关系 以后的话你们就自己会做这个事情 然后一样 把这个一样 把它减切掉 对吧 呃 来变 第一个一 右键 二 右键 哎 就是说反正一 右键 二 右键 基本上这样子了 然后这时候呢 一 右键 二 右键 啊 不是 一 右键 然后这时候是 拉下选两个二 对 他第二下 右键 为什么确定你的选项 然后这样子 ok 然后你就看 其实这时候可不可以选择 可以了 其实没有问题了 呃 这时候选下选转 对吧 然后选下下面 这个点 上面这两啊 反而两个都可以了 上下两个零都可以 然后选了按 shift 左键 然后这时候 shift 放开 然后全按用键 让他自动完成就可以了 那可能节奏比较快啊 但这个杯子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到 哎 这是非常漂亮个圆角 哎 对吧 嗯 那这时候给你们演示另外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 呃 一啊 然后这样子 你看这时候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是题外话啊 就是刚刚为什么我说一直一定要水平研究在这 你看这时候我跟这个水平了 对吧 我跟这个水平了 那这时候呢 这个呢 我跟他怎么样 也水平了 对吧 那也意味着什么 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 90度角 对吧 那90度角时候 我们就让他旋转一个圈 一样 这样子选这个 然后啊 反正随便点一个地方 让你转 对 然后这时候 我们选一个功能 叫什么 之前有学过的 点是这些小三角 然后选一下这个镜像 对吧 mirror 左右 左右都不一样 啊 但不用管他 通常选左边 然后随便选个点 然后再随便选一个点嘛 对吧 选这个地方 然后再按照shift 然后你看 哎 他这里 然后我鼠标往左轻一下 哎 对 让他对齐 哎 你看 这就ok了 对吧 然后你看这时候 哎 你看中间这个接缝 我们点一下这个渲染模式 对吧 shade 哎 你看是不是很光滑 这个 这里是不是也是很光滑 那这时候 呃 我再做一个事情 我把这个删掉 对吧 刚刚那个线还在吗 你看的 刚刚看的很光滑吗 对吧 那这时候这样子 哎 我选一下apps 对吧 我把这个打开 我这时候我不水平 我不把头水平 我就这样子 我是把随便一个 我就不弄水平啊 然后我再旋转一遍 点一下这个左键 然后按下去 再松松一下shift右键 ok 完成了 哎 你看到 其实你这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应该 你看 哎 对折了一下 对 那有时候很多很多人学习女主 哎呀 我这个面 折的时候 哎呀 为什么老折了 原因就在这个 就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子 就是说还原一下 我一定要就是说左右两根的 就是上面的这根结构线嘛 那你把它换上成一个线条 就他一定要左边这条右边这条都要什么 90度 就是说他一定要他的第一个点是对的吗 就对上的吗 第一个点在端点在这里面 两边的端点是重叠的吗 对吧 然后如果第二个点 他一定要跟第一个点是呈水平方向 或者垂直方向 你看我这边是属于什么 垂直方向 这个点 这个水平方向 那你看我这时候接会怎么样 哎 非常光滑 没有任何问题 对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说全曲面很难 你要把每个面都做成这样子 每个地方到水平 而且还要刚好是你要那个行 那如果是立体360度的时候 你想我就这么一个转一个圈都这么麻烦了 对吧 就别说 360度无私小圈曲面那种了 那这时候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了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我这里这根取下要圆角 然后再把这个圆剪开了 这样子才能保证什么 我这个面接下来才是顺的 原因就在这里了 那这时候 他刚刚那个你看他不是正圆的 对吧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需要这样子拉高一点点 你看到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也把刚刚那个删掉 对 这时候是这样子 你看我刚刚就打开一个控制点 对吧 我们要这样子记得 养成一个好习惯 全选一 用全选上这个会好一点 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一个东西 它的一个像刚刚那个 对吧 还原回来 你看我这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行 这个行 我打开一下控制点给你们看 哎 你看到这里 那如果我这时候拉会怎么样 你看着了 哎 你看只有一个面 只有一个面会变 懂了吧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要这样子 我们在顶式上面看 是选了一个点 但在这里选了三个点 所以为什么你们这三个面上面去用 或者我这里选这选三个 但是他这里后面三个没有选 对吧 前面三个选了 后面三个没有选 那这时候我们再拉 哎 你看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再拉 哎 你看 对 他就会上下左右一起去弄了 能懂了吧 就是说实体上面 那平面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 把这个连接 你可以先不接上 然后拉也就是说先炸开 然后再把这个控制点打开 然后再打这个apps也可以 对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都个人喜好 个人喜好 操作模式 你自己画久了 会有自己一个习惯的模式 那这时候这样子 对 你看 哎 ok了 因为这样子 我这个边会给人感觉怎么样 比较锐利 对吧 然后上面这个 你看 它上面这个边是比较累 它不是正圆角 你们肯定看 然后上面的这个盖子呢 怎么办呢 哎 我们先不画 以后等你们画熟了 零件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再画 今天先画这个 因为这个操作那个线还是比较麻烦 因为刚刚开始用嘛 不可能说要求你们太那个 对吧 那这时候再回来 我们画这个手柄 然后这个手柄 这个就先 不这个 是这样子 我们画这个手柄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一个这个图怎么样 它上下是一样的 对吧 上下这个 它的这个直径一模一样 没错吧 这个 然后这里比较细 对吧 那里面的这个中间有一个小凹进去 一个曲面 可能应该是能看得到 对吧 这里往外奥是很正常 就整个都往外抛 就比较圆论的 对吧 但是你内测的 我从图上面这去看的时候 你看 它是应该是可能平 或者就是说它这个可能有点抛 但这个肯定是有点平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曲率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大概画一下就好了 不用那么怎么说 怎么讲 就是说不用太那个 就是说对太准 好 一样把这个图先给拉回来 一样是把三个给打开 对吧 然后我们回来一下 然后就差不多那个应该是这样子八个 对吧 你看我这时候八个好处就在这里 其实我数多了 我都习惯了 是这样子一样 这时候我们画一根线 超越它的 这样子画画 然后呢 再这样子再画 就一开始随便点 那这时候就没有关系 它是不是水平了 当然 你喜欢水平也可以 但我我自己习惯是这样子 因为水平有时候有些习惯养成的 后面你不会改 然后你后面画图的时候 少了很多 不必要麻烦 主要是这个 然后呢 再下来 我们把这个图还是不要取笑吧 就大概这样子吧 咱们就不要太那个 真就这种就是说没意义的一个细节啊 然后这时候进来差不多了呗 那把这个图不要通常是一直放在这了 只是说完了方便你们这样看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回来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线好这个 呃 东西给就这两个 我按着去吧 就我们右键往右下往上拉 然后选一下这个按的灯 呃 灯档 对 这样子 你看 这样子点一下隐藏了 隐藏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就开始了啊 呃 我们回来这个地方 呃 再重回来就去那个brightview就又是图 然后选一下这个随便选一个点 中间的再绿色这个中线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随便一样 随便随便拉 那这时候我们用一下别的功能 当然有椭圆工具啊 只是说我平常喜欢用这个 为什么 因为吸流经常捏来捏去的 所以我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而且现在我们没有数字 所以就我们就随意 你看这时候拉一个图图圆形回来 对吧 图圆形呢 就演示一遍吧 右键 重复刚刚那个 然后点一下这个cut 然后相切点 因为这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点 然后就随便拉 随便拉 拉个大概的 然后这时候一样 移动工具 move 选一下他右键 好 这时候确定了 用移动工具移动他 对吧 然后这样子 我们选顶端的这个cut 对吧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放到这个n 哎 你看 完成了 对吧 那是不是ok了 对 差不多 然后再指内侧 对吧 上我刚刚是圆着外围吗 你也可以圆着内围 没有问题 也可以圆着中间 中间 中间比较不好控制 其实没差 都可以 因为这个你画久 你就自己会那个什么微调 那这时候我们选什么copy 对 move 这功能 然后选下面这个cut 然后这时候选end 端点对上 哎 你看 是不是有个耳朵形状 我们试一下这样子 选一下单轨路径 单轨啊 单轨 然后我选择这个roll 对吧 然后选右键结束 选择这个roll 啊 ok 哎 选择这个roll ok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选12 哎 你看 对 他自动放出来 能懂吗 开始和结束点 那中间再加一个可不可以的 我们先试一下 其实是可以的 ok 然后这样子 哎 我们这次就 我们用一个比较粗暴方法吧 这时候有一个上面这个吗 对吧 我们在这边 然后把它 他那个随便点一下复制出来 只要点这个复制 它一定是同样 你看 三个都平面的 不然有时候会跳到那个中间的别的地方去啊 啊 这个你们后面换就知道 然后一样下面cut 然后这样偏移啊 你看其实用到是不是很多我刚讲的功能之前讲的 这时候move 哎 又回去了退 然后选一下这个右键move 然后随便点个mid 对吧mid 然后这时候哎呀 呃 他是一样大的 我之前说过他中间比较小了嘛 对吧 你你下次可以换别的形状了啊 啊 我就懒得换了 然后这时候选一个呢 因为他平面的 所以你选2d的一个scale 或者3d scale 都一样 然后这时候都都行了哈 我选vd吧 默认 然后这时候点一下这个quote 然后一样有一个地方 然后这时候什么都没按 按着shift 然后随便按一个地方 然后这时候松开shift 然后你就说稍微 你看就我perspective 那个位 那你看我现在可以说的嘛 对吧 可以说的 然后我就随便说一下啊 这时候呃 他中间比较小 对吧 然后这时候再单轨路径 哎 然后123 对吧 你看他就自动默认了 你看跳哎 我这比较细 对吧 也就是说我通过调整这个 他就自动可以那个就是说怎么讲 啊 调整就是说这个曲率 你看 而且我这个的话非常干净 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 对 你看非常光滑的面 没有任何折面 对吧 然后这时候哎 我们还有个问题 这时候要把刚刚那个隐藏 隐藏回来 对隐藏的拿回来 对吧 右键这个东西 你看左键右键 又hive object 说 而且这个是隐藏和那个打开时候用的最多的一个功能 就这里 然后这时候一个杯子 你看 整个其实哎 ok了 对吧 差不多就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体 对吧 一个整体 对吧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呃 选一下把补面 对吧 之前讲过的吧 这个圈圈补面 然后选一下这个结构线 对吧 哎呀 你看很多 对正常 为什么 因为呃 我们放样的时候他取离中国通过变化 犀牛不会这么聪明说啊 我自动给你剪面 不会的 而且曲面这个他是默认自动生成 你可以自己下去细条 但我不建议 说通常会怎么样 这时候我们不是有个现杠吗 对吧 不好意思 先说有人现杠吗 对 你看刚刚那个现杠克 右键 哎 你看补回了一样 赶紧没有问题 再右键 再把杠选一下 刚刚的现杠再补一遍 没有问题 ok 那这时候该干嘛呢 对吧 变成实体实体用什么工具呢 对吧 连接啊 之前讲过 你看是不是就用上之前讲的很多个功能 对吧 然后右键 其实就是你每次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我要用什么样的功能 对吧 你看这时候就是一个实体了吧 对吧 你看为什么这个实质有在 这个实质有在 对吧 基本上 然后这时候干嘛呢 博家 博剪辑 对吧 那这时候博剪辑的时候 我们剪的时候会把一个东西给剪掉 对吧 那所以我们先要这样子 Ctrl C 按下Ctrl C 这个杯子 按了Ctrl C 对吧 已经copy了吗 对吧 Copy了 那这时候我们选博剪辑 选这个小三小小三角 那再选第二个 点一下 点一下 左键 点一下 拿下 点一下 一 右键 二 右键 选第二个选杯子 哎 你看 这几块就不要了 对 直接把它不要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Ctrl V 哎 你看 对 是不是能给你Ctrl C 这时候很有用 那这是在干嘛呢 一 二 全选上并级 哎 你看实体啊 对不对实体啊 完成了 你看 这样子一个呃 杯子 对吧 那这时候还能干嘛呢 呃 倒脚 哎 这种时候不要 倒脚时候比较容易出问题 但是 哎 可以倒 对吧 哎 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倒太大就ok 你看 再倒一个脚 然后我们再倒一个吧 哎 这时候我们就呛怎么全选上吧 ok 因为有时候这么多的面倒起来很容易出问题 特别犀牛啊 你看这个倒 哎 倒脚也有了 好 那个是不是 可能今天用的工具比较多 其实你看画一个杯子都能用上这么多工具 就别说你们想画一些很复杂的东西了 所以一样就是说 你们尽量还是先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当然你认为比较简单嘛 因为我还要慢慢给你普及什么样的模型叫简单 什么样模型叫复杂 好 那个有什么东西想画一样留言给我 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 或者什么不清楚的 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 再开就再拍一次 不想看同学一样把自己skip掉就好了 好 那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视频的话通常是这样子 我暂时跟你们约定 一星期我更新一遍 对吧 就你们留言 我一星期p掉处理 好 那个可能就一到两部影片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